台北市政府啟動創業家任意通計畫 深化新創與國際連結 透過開辦創業家護照 協助本市新創進駐國際共享空間 連接在地資源建立人脈 以及與姐妹市及友好城市的官方或第三方組織 共組城市新創夥伴的方式 促成城市間創業資源合作共享 創業家任意通的護照 這個計畫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Global Path 創業家護照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城市新創的夥伴 透過創業家護照 我們跟更多的我們的Corking Space來合作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新創團隊 不要像過去一樣 一個人隻身孤零零的走到其他的城市 然後自己摸索 自己開拓 而是利用當地的ecosystem 當地的鏈結 我們可以省去我們很多新創團隊 去搜尋去找尋的時間 那當然透過跟新創夥伴的合作 城市夥伴的合作 我們可以讓好的人才能夠來到台北 也可以把台北的優秀人才透過官方的推薦 讓他們能夠進到我們合作的城市裡面 那首先我再穿一家護照的部分 門檻很簡單 只要你是在台北市設立12年以下的新創公司 都可以來申請加入這個計劃 那初期我們希望能夠先讓我們的新創團隊走進亞洲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我們總共有9個國家 19座城市92個據點 這些城市跟據點裡面涵蓋的是整個東北亞東南亞重要的新創城市 所以當我們的新創團隊要到任何一個這邊的據點裡面去進行短期的會議活動的舉辦 甚至是可能要短期進駐在這個機裡面 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會透過我們當地的合作夥伴來協助大家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子的計劃 可以讓大家直接進入到這個Ecosystem裡面 去跟當地的新創團隊做媒合 跟當地的新創團隊做交流 甚至是跟當地的企業去進一步洽談商務合作的可能 那當然台北市政府作為推手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的新創團隊好好的推向國際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提供進出費用的補貼 那上限是費用是80% 那一年一間企業的上限是2000美金 那事前有跟土耳稍微去了解過各個城市 當然每個城市有不同的物價行情等等 但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在短期的使用上面 絕大部分我們新創團隊的需求都能夠涵蓋在這樣的一個計劃裡面 那怎麼樣申請很簡單 在台灣每個人都有手機 每個人也都有LINE的帳號 所以拿出你的LINE App 搜尋我們的創業家護照的官方帳號 加入好友之後 申請成為會員 提交你所想要去的那一座城市的哪一個基地 跟你想要去這座城市這個基地 進行什麼樣子的活動 什麼樣子的交流的方案之後 我們會跟當地的對接的城市基地來接洽 接洽完之後就會安排我們的團隊到達這個守在地 那我們的團隊的夥伴們辦完活動開完會議之後 只要減付相關的一些證明文件收據 就回來我們就可以來去做一個單據的審核 剛剛談到的這樣子的費用的補貼 我們就會提供給我們的新創團隊 市長蔣萬安也希望 接此提升台北新創拓展國際市場實力 並延覽海外新創後專業人才到台北發展 我們創業家任意通也就是 Startup Global Pass正式啟動而且落地 我要非常感謝所有的同仁夥伴 以及和我們共同合作 跨出這第一步的來自不管是日本 菲律賓各個主要城市參與合作的夥伴 大家共同的付出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 台北市我們在即刻開始 對於未來產業發展有兩顆非常重要的引擎 這雙引擎 第一個是 Build Taipei as a Founder Friendly City 創業家友善城市 第二顆引擎 是Build Taipei an AI Driven Smart City 以人工智慧為導向的智慧城市 而這兩顆引擎 未來是我們產業發展非常重要關鍵的雙主軸 而關於如何打造台北成為創業家友善城市 今天的Startup Global Pass 將是最重要以及第一支箭射出來 未來我們要讓台北所有的新創團隊 當他想要拓展國際市場 走入世界 甚至到各主要重要城市 去鏈接在地的資源 人脈資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關鍵的一步 所以我們的發想是希望創造互惠以及多方的合作 也就是台北是我們有13處的新創基地 那在去年 我有機會到臨近各國家主要城市去實際參訪 包括到日本 包括到韓國首爾 包括跟上海 以及新加坡等 我們雙方很多交流 就特別有提到 希望能夠讓彼此的新創基地 以及共享空間可以共享 讓雙方彼此的新創團隊 互惠 創造多益 所以 我們很高興跟 日本福岡市的高島綜藝廊市長 當時他來到台北 和他面對面談到這個計劃 他非常的正面的回憶 也很高興未來可以來合作 非常感謝我們菲律賓馬尼拉辦公室 也非常積極而且願意參與這個計劃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持續的和韓國首爾的TipsTown 還有包括像新加坡上次和他教育部長談 他也非常願意一起參與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最重要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Outbound 一個是Inbound Outbound的部分 讓我們的新創團隊走入國際 去鏈接國際的資源 以及具體這些主要城市 新創社群相關的資金人才 那Inbound 我們很高興透過馬尼拉在地最大的新創社群 也就是Tech Shake能夠推薦他們優秀的團隊 如果要來台灣 那相關的人才也可以跟我們新創團隊做交流相關的媒合 那我也要謝謝Fukuoka特別推薦在地 也是最大的新創社群 也就是Fukuoka Growth Next 未來他們也會推薦優秀的團隊來台北進入 跟我們的團隊人才互相的學習彼此成長 台北市新創國際化是必然也是趨勢 市府積極打造台北成為創業家友善城市 驅動本市新創生態與國際整合 後續還會有其他的計畫推出 助力以新創持續成長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